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形容词的部分 形容词大家都可能觉得非常简单 它是来修饰名词的 那么我们迅速的来看看 形容词它有些什么样的用法 推考试中常考哪些内容 好了那么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呢 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一般性的形容词修饰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字大家是否认识啊 很多呢是我们之前在那个讲词汇部分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讲过的 potential customer 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是以语法的这种梳理的方式呢 再来给大家梳理词 那么之前我们有一部分词 都是以商务场景的这个形式 那么在讲语法的时候呢 我们从语法的这个功能的角度呢 再给大家把词给稍微梳理一下 然后后面会有几个关于词的这个分类 potential customer潜在的客户 immediate supervisor直线的老板 local supporter当地的这个支持者 professional agile意思是职业装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上班穿不穿职业装 或者将要上班是怎么去预想的 那么注意一下 那么基本上在外企里面呢 穿衣服呢都还是会比较讲究的 那么可能有的人说啊 老师呢我可能看到一些这个有名的这个企业家 都穿得非常休闲 那注意一下他们是老板层面的 所以一般来说像咱们这种刚刚考完拖业的 进入外企或者是进入这个 企业的这种这个职员呢 往往都要稍微穿成什么样的 叫professional agile 那么要很注意这个dress code dress code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 在商务语言里面也常考这个意思 dress呢dress code呢code dress code非常非常重要呢 因为在商务场合呢 一定要穿着这个要就是适合 我们英文里有个字叫做appropriate 这个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刚刚到一个单位上班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合适的呢 你是不是每天都要打领带呢 是不是每天都要穿有袖扣的衣服呢 那女生是不是每天都要穿这个职业装呢 其实也不是 我们比较喜欢同学呢 在刚刚找到工作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时候 穿这种衣服叫做smart casual smart casual的意思呢 就是一种半正装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这里要记住 好再往下看啊 promissary note promissary note呢是本票的意思 我们之前也讲过 persuasive argument 这个令人幸福的这种争论 OK 好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们到底是选impress还是impressive OK the company posted impress or impressive profile last year because of the aggressive advertising campaign 那么由于非常猛烈的广告公式呢 这一家公司呢 就去年呢 有非常强劲的这种表现了 叫做impressive profile OK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分词形容词做 这个形容词 分词形容词做形容词 来修饰名词 也是做定语 什么叫做分词形容词呢 刚才我们讲了分词 现在分词或者是这个 过去分词 它已经有了形容词的function 已经有了形容词的这个功能 它来做这个前面的 这个 做定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 attached schedule 意思是什么东西啊 已经这个附在后面的这个方案 ok damaged luggage damaged luggage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 这个 已经这个损坏了的行李 update menu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 最新的这个手册 Dexinate Hotel 指定的旅店 比如说大家如果将来到500强企业去工作 很多500强企业就是特别好的一些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IBM也好 这样的一些企业 那么它都会有指定的这些呃 旅店 大家出差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呃 感觉自己特白领啊 比如说啊 你如果在IBM工作的话 那你可能会去呃 住到的酒店 要么就是Sheriton啊 或者是这个呃 Intercontinental 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或者是Hilton啊 这些啊 因为小的时候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好的酒店 去香格里拉等等啊 那现在一般你过到外企业工作 可能就会去住喜来登啊 啊 西尔顿啊 州际酒店这样的一些啊 这个大的酒店 国际连锁的酒店啊 那么这些酒店呢 一般来说都是一些指定的酒店 它会有一些协议的价格啊 那么大的外企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啊 benefit啊 一些出差的这样的一些benefit 甚至比如说你在飞行的时候 会去飞一个business class啊 这种啊 这个公务仓都是有可能 好 再往看下面一个 Limited warranty啊 Limited warranty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 这个warranty呢 就是我们说的保证啊 Limited warranty的 有限的保证 OK 好了 proposed project啊 就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种项目啊 这种项目呢 是已经是建议过的项目 好 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说的分词 做形容词 OK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Automation和Automated 用哪一个 At an what wine refinery A machine fills bottles with wine and waste the bottle before capping them OK 好了 所以在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自动的 OK 叫做Automated Automated OK 好 所以在这里 大家记住就行了 好 另外一个部分 那么形容词 加上and 加上形容词 加名词 也就是两个形容词 用and来连接 来形容一个 名词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啊 Fresh and innovative idea Experienced a dynamic instructor Bold and original marketing plan 这些词汇部分 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 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不给大家翻译了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lecture Dedicated and talented employee Inaccurate and questionable information 这些基本上 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OK 我随便问一个啊 比如说Informative Informative就是旁征博引的 有非常多的信息的 An interesting lecture 而且有趣的 怎么样一个讲座 好了 这些如果讲到这里 语法部分还弄不懂意思的 肯定是前面的词没有背好啊 请大家回过头去 再把那个词仔细背一背 一定是词看完了 再看语法 一点点把这个基础 给build up好 后面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正确率会非常高的 高的会惊人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不一个脚印的 把这个路来走好 副词加形容词加名词 OK 副词的功能呢 这个很多 我们一会会讲到 OK 好了 那么它可以修饰动词 也可以修饰形容词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如果在形容词前面 加上动词 副词呢 会显得更加的有这个档次 尤其是我们在英文里面 除了这种 我们所做的动词和名词 把它用好 更多的一些 把一些小词 比如说副词借词用好 那么是非常好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conveniently placed store 这个布局非常好 这个商店 对吧 Entirely reliable product 完全可信赖的 这个产品 不翻译了 Fully operational factory Strictly prohibited rules Beatly disappointed candidate Quite impressive earning figures OK 好了 所以这是副词加形容词 加名词 另外一种情况 贯词加形容词加名词 有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往往名词前面 要么就是加贯词 如果说没有贯词 后面就要使用复述形式 否则就是语法错误 之前我就举过例子了 比如说我喜欢猫 你能不能说I like cat 不行 你要么说I like the cat 你要么就说I like cats 肯定不能说I like cat 或者是I like a cat 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很少说我喜欢一只猫 对吧 因为这个不定贯词呢 我们往往都是什么 比较泛指的 我们来一下 看一下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OK A certified technician A renowned engineer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A tentative agreement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According to the reason report polluted air from industry is the major source of global warming OK 所以在这里肯定是用major来形容source the major source 而不用majority majority呢它是名词了 OK 好了 所以这一组呢 就是在前面加上贯词 也非常容易理解 另外一个就是限定词 加形容词 加名词 限定词指的是哪些呢 比如说many 比如说any 这种 比如举例子说 叫做many construction related industries many experienced workers any associate changes OK 好了 所以这限定词 加形容词 加名词 这些都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就迅速过了 好 刚才都是讲的是 做定语来修饰 这个名词的 下面来看一下 形容词做表语 系动词加形容词 形容词是做表语的 比如说be reliable 比如说look empty 比如说remain silent 比如说seem helpful OK 这些形容词 都是在做表语的 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Because of the recession the government remain readily or ready to lower interest rate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由于这个经济的酸退 这个政府啊 怎么样 remain ready remain ready OK 所以用的是什么 对吧 形容词啊 去刺激什么呢 去降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利息呢 去刺激经济 OK 好了 所以在这里用的是 形容词做表语 好 另外一种情况是 避动词加形容词加 借词啊 这往往都是在短语中 是固定的 把它记住 比如说be available for be capable of be comparable to be aware of be cognizant of be confident of 那么在这里注意一下 for of to 在这里都是借词 我们举两个例子 I'm not fully worked with the standard of your work fully 什么样 叫做 satisfied with 叫做be satisfied with OK 好 另外一种 看一下 叫做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pent millions of dollars trying to convince consumers customers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other companies are superior to OK are superior to 所以在这里呢 要稍微注意一点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复合形容词 所谓复合形容词呢 是两个字放在一起 它可能是名词 但是呢 它放在一起呢 具有形容词的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 the contract stipulates a two-week paid vacation will be offered to every employee 好 那么在这里注意一下 a two-week paid vacation 好 two-week 在这里就是一个 两周的 那么它有形容词的意思 我们翻译成两周的 OK 那么注意一下 在这里面用一个连字符 然后呢 后面的week 后面不要加s OK 第二种情况 the clerk recommended a two-room suite but we can't afford it OK 好了 two-room suite 两房的套房 OK suite是套房的意思 two room 就是这个套房里面 有两个房间 OK 那么在这里不是two rooms 还是加一个dash 加一个连字符 后面不要加这个 附属形式 好 所以复合形容词呢 我们以前也学过 这个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我们还随便举一个例子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怎么说 叫做 five-year-old girl 那么在中间 打两个连字符 然后呢 year后面不要加s 这个很容易理解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归纳一下 大家比较容易出错的 这个形容词 那么也就是自根相同 但是呢 词位不同 那么它的意义呢 截然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大家需要备注 备注啊 第一个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ous 刻苦的 comprehensive 这个全面的 comprehensible 易于了解的 容易理解的 arguable 可论证的 argumentative 爱争论的 responsible 负责的 responsive 反应积极的 反应热烈的 healthy 健康的 healthful 有益健康的 你看意思区别是很大的 successful 是成功的 successful 连续的 economic 经济的 economical 节约的 considerable 相当可观的 considerate 相当周到的 numerical 意思是数字的 numerous 无数的 persuasive 有说服力的 persuasive 易于说服的 这些请大家记住 在脱衣考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辨析这些词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 都是给大家把这个 最容易考的 高频的 易错的词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 小的梳理